民进党紧追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与家人的炒地遗云 赖清德近半今天再开记者会公布新市政 质疑侯友宜在新庄的精华地段买地 而且优先解编附近的公有保留地 作为未来民间开发使用 将可能带动地价上涨 让买的地因此获利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昨天在辩论会上 也针对炒地争议跟侯友宜直求对决 侯市长你声通真的广大 炒地皮最近又放宽容积利 借此谋取暴力 连基本的利益回避你都做不到了 你还谈什么拘出正义 辩论会上赖清德投职求职 对手侯友宜的房产土地争议 赖清德近半夜再爆侯友宜炒地新市政 刨三打一点 执意侯友宜优先解编新装五公顷的公有保留地 距离他购买的新装复兴段253D号 不过五分钟的距离 未来这块地将用来改工员市场 地价势必也随之上涨 每一次的放宽都符合 侯友宜家族列地所得到的这块地的适用 也让容积奖励可以从200%放宽到240% 是为了侯友宜的土地来量身打造 被职挑选新装进化地段买地 侯友宜却说那块地占用到别人家的土地 买下来也是合情合理 但至今侯友宜只差六分之一 依旧可以完整收购土地 占用了一小块就要买人家一整块大块的 哇世界有这样的事吗 他的律师也出来说了啊 这块地他的购买是陆续购买 什么叫做陆续购买 就是有计划性的购买 针对侯友宜说买的是机灵地 但整亏地就有60多坪 253地号是一块非常方正的土地 为什么又是幼育公司出来买 原来你家跟幼育就是一模一样的嘛 所以你到底有多少财产藏在里面 赖青的禁办接连抛出质疑 总统候选人喊居住正义 筹地云恐怕得先说清 谢谢权热打台报道